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20号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谈马云案 他为什么从云端跌落的原因 那么现在为什么好好要扯到马云呢 主要是我观察到王岐山 也就是王岐山他今天在北京时间的4月20号 在2021年博鳌论坛上面 王岐山的一段讲话 我从王岐山这个讲话里面就完全可以看透 马云他之所以跌落跟王岐山他自己 目前这种战战兢兢的态度是有绝对关系的 首先说明啊 我不是致辞 在这次博鳌亚洲论坛的全体会议上 致辞的是我们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 但是呢 主办方我到场了 大家总要给我安排个角色 我领会呢 这个角色呢 就是做一个临时主持人 临时主持人也很重要 临时主持人呢 我只是为我们的习近平主席的致辞的做一个报幕 这体现了啊 我们中国对我们的主席的高度的尊重 王岐山你从他在博鳌论坛上面开幕式上的讲话 他这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你就劣之一端 王府主席不敢说他是来致辞啊 他只敢说他是为习近平来报幕啊 他说习近平来致辞啊 他说既然我来了主办方要给我留一个讲话的位置呢 我就是来报幕 那么王岐山作为一个国家副主席 按照中共他这个国家领导人地位排位 王岐山在政治局里面他也是第八常委 在国家领导人里面他是仅次于习近平的唯一一个副主席 何至于如此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呢 但是你从王岐山的态度你基本上就可以看到习近平收割富豪首先是王岐山 他感觉到了水温的变化 也就是王副主席此时此刻已经体会到了当年林副总在他最后时光的那种心情 只不过呢现在呢王岐山呢没有什么三叉鸡呢给他往蒙古飞了 他现在只能是鱼在网里面 习近平可以随时打牢的 你从王岐山的这种态度对习近平的这种赞美 对习近平这种夸耀什么我们对我们国家主席的尊重 他讲的这些话你就可以看出全党也就是中共的高层 你必须是要讨好习近平 必须要在公开场合去向习近平表达你对他的这种忠心 否则的话什么 否则很可能你王岐山就是一个林副统裁的下场 那么王岐山为什么这样去做 王岐山为什么不敢张狂呢 其实王岐山这个人一直是不张狂的 他这个人是个老江湖了老谋深算的人啊 但是王岐山不张狂不代表马云不张狂 因为马云仗着他曾经跟王岐山之间这个密切联络的关系 大家知道王岐山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 担任过北京市长 也担任过很长时间的中国建设银行的行长 所以说王岐山在主管金融以及主管经济的这个副总理的这个职位上 跟马云打的交道是非常多的 马云也是葬了王岐山的事 跟王岐山有非常多的交集和各种这个家族利益关系 因此呢可以讲马云背后呢是站着王岐山的 但是王岐山是多么狡猾的一个老狐狸啊 他早就有这个嗅觉知道中共要准备动马云的手了 所以说王岐山现在要跟马云撇得一干而尽 因此呢你看王岐山他这次出来的表态完全就是什么 完全是非常的小心翼翼 那么王岐山是小心翼翼 马云就不一样了 马云一向很张狂 马云是不满足他自己一个红顶商人地位的 马云甚至敢冷落就是中共的哪怕是政治局委员国家副总理这一级 马云他这种藐视官威呢 这是马云他从云丹跌落的主要原因 因为马云他藐视官威 但是中共的这些官可不是你敢藐视就可以藐视得了的 因为中共这些官自己看待自己都是很膨胀的 把自己当作一个可以君临天下的人物啊 他们在上级面前是哈巴狗啊 但是他们在你下级面前 在你商人面前 他们是不可一世的 拿着忍受的料 你马云对他们的奚落呢 所以说马云之所以现在从这个云丹上面跌落 马云有很多原因 马云他自己搞互联网也好 他玩淘宝也好 他卖假货也好 他赚钱他收割韭菜 这是他过人的本领 一般人比不过他 那么这也是他当上首富的具体原因 也就是马云这个人确实脑子很好 玩金融 玩经济 玩淘宝 卖假货 马云样样精 但是人不能过分膨胀 你一旦膨胀以后呢 你会觉得自己呢 不仅是可以当经济上的首富 甚至马云认为他自己在政治上也很有能耐 这就跟他自名得意 他唱样板戏啊 马云不仅仅认为他淘宝他假货卖得好 他觉得他样板戏唱的也行啊 他把他自己唱样板戏的一点能力 他已经甚至认为他的这个样板戏的能力已经不比人家京剧大师 比人家梅兰芳差了 如果梅兰芳在世 马云也可以跟梅兰芳去过两招的 所以说马云这种膨胀 他在他自己唱样板戏的时候 他就那种志满意德的样子 那这种志满意德 马云不仅仅是表现在他唱样板戏上面 最重要是马云在政治上面 他这个手伸得很长 他自己已经忘记了 他仅仅是一个商人 他因为他有钱 在中国任何一个有钱的人 根本不代表你有地位 因为任何你的钱财都来自于权贵跟你的勾兑 如果没有权贵帮助你掌舵 没有权贵跟你勾结 你的钱财今天来的再多 明天你也可能成为杀猪榜上面的头牌 也就是说随时可以把你送进监狱 你要看看中国的政治生态的变化吗? 习近平是2012年在十八大那一年 有储君升任为中共的总舵主的 当时习近平一担任中共的总书记以后 他马上就安排王岐山打虎 他知道只有通过王岐山打虎 以反腐的这个名义才可以消除他政治上所有的对手 习近平实际上在中共高层里面没有什么背景 尽管他是一个太子党 但是大部分太子党红二代的人跟习近平之间都是不投缘的 跟习近平根本不是一个权责 而习近平的父亲习中兴被毛泽东打倒的很早 习近平少年时候只进少管所 在少管所里面后来到梁家河插队 靠着他自己所谓红二代的身份 然后一点点混上来的 他并没有在精神里面支起一个很大的圈子 所以说他知道他到中央来当总书记 来掌管中南海成为中共的总舵主 他如果没有一帮兄弟 然后让他自己挣得住中南海 铲除所有他政治上的对手 他根本这个总书记当不了几天 那么如何当好这个总书记毫无疑问来讲 他就要把他的政治对手全部铲除 用反腐的方式是最好的一个借口 因为反腐是一把利剑嘛 这把利剑完全可以刺杀所有习近平想铲除的政治对手 叫谁来肯定叫王岐山来 因为老王这个人心狠手辣 脸红心黑 习近平完全了解王岐山这些个性 而且王岐山跟习近平年轻时候也有一些交情 现在王岐山担任了中纪委书记 习近平是放心让王岐山去打虎 去把什么周永康 令计划 徐才厚 郭伯雄所有的习近平认为他政治道路上的对手 通通把他铲除 那么铲除掉这些政治对手主要是因为什么 胡温年代给所有的中共的官员造成了巨贪巨腐的这么一个机会 因为大家都知道胡温年代是中国刚刚进入WTO 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评价温家宝时候明确谈过胡温掌权以后就开启了所谓胡温新政 而胡温新政他的所谓的新 也就是他比过去能够赚钱了 这个赚钱是来自于收割全世界的韭菜 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 那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世界市场的时候 中国巨大的资源 巨大的劳动力 巨大的市场消化能力 就一下子把全球所有的经济500强都吸引到中国来 这样的话 在胡温这十年中国的经济是暴涨的 这种爆发式增长的时候 贪腐也是爆发式增长 也就那时候贪腐都是明的 没有哪一个官员不贪 胡温年代是九个政治局常委 九个政治局常委称之为九龙治水 而九龙治水是每一个人分管一贪 每个人在自己的贪腐圈子里面 每个人自己想怎么贪腐怎么贪腐 自己的手下人想怎么贪腐就怎么贪腐 别的圈子的人不能过问 因此就造成了全国无关不贪的这个局面 而这种无关不贪的局面 恰好给习近平来到一个机会 也就是因为你们贪 所以习近平就可以打虎嘛 打哪一个人都能找出你们贪腐的证据 没有哪一个人不贪腐 因为不贪腐你是做不到一定的高位的 你只要做到省部级这一级官员 你一定是劣迹斑斑的贪财好色 贪腐受贿 你这些行为随便哪一个省部级都可以找得出来 所以习近平就恰好利用了胡温的十年所创造的所有的官员 全国无关不贪的这个局面 他就可以从容的打虎 打谁都行 所以说打谁都行 打掉了那么多官 那么就要培养一批自己的人啊 那自己的人来自哪里呢 自己来的人习近平就要组建他自己的班底 他自己的班底坊间把他称之为叫习家军 而习家军的班底在中央主要称之为叫支江姓军 这个支江姓军 主要就是来自于习近平曾经工作过的敏、泽、户这三个省市 也就是从福建、浙江和上海市 习近平带出了大量他的幕僚 而在这个敏、泽、户这三省里面呢 浙江又是习近平的重镇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在浙江当省长 当省委书记的年代最长 培养的这个下属 官僚这个班底最多 也就是习近平实际上是从杭州起家的 那么马云巧合也是杭州起家的 所以说马云一看到习近平到中共去担任最高领导人了 马云就认为他自己就找到良家人了 咱都是从杭州起家嘛 你是国家的首舵主 我是这个国家的首富 所以马云那时候呢 就很膨胀 他认为他自己不简简单单是捷克马 他认为他自己也属于马克思的嘛 所以说马云呢 在习近平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时候呢 马云他自己也是很脏狂的 他自己在做生意上面不断地涉猎了过去很多禁区 比方像支付宝啊 网络金融啊 这些都是马云他自认为在习近平组斩以后 他可以开启的这个网络金融时代 马云之所以能那么如鱼得水 主要是马云看到习近平入组中南海以后 习近平很多进程呢跟马云呢这个关系都非常好 所以马云当时可以讲叫长袖善舞 到了2015年时候 马云已经完全列入中共最高层的这个嘉宾地位 也就是习近平如果是访问 马云经常是陪同 包括2015年习近平访美以后 可以讲马云随同访美以后 就这种膨胀就一发不可收了 也就是他锋芒毕露 那么不光在企业家这个圈子里面 任何一个商人都不在马云的眼中 包括中共有很多高层领导 哪怕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一级 马云也常常拿那么不吃劲 马云这次被国家市场监督总局 就是原来的国家工商总局了 一次性发款182.28亿 之所以发那么大的金额 很多人都认为是马云因为得罪了 中共最高层的一个关键事件呢 是他去年十月份在上海 撸家嘴金融论坛上面 他批评过中共的体制 很多人都认为是这件事触发了马云这次被处罚 其实马云与中共高层的摩擦 已经积累了很长一段时间 罗家的会议上 马云仅仅是对中国的体制提出了一些批判 认为中国根本没有金融系统 中国根本没有建立金融系统 由于你们没有一个健全的金融体制 所以说在中国做金融肯定是不会成功的 是跟世界接不了鬼的 是完全背离世界金融发展的方向的 最终也就是你们这种当初思维 中国不是金融系统型风险 因为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系统 所以今天我们国家是缺乏健康金融系统的风险 我们需要的是建设金融的健康系统 其实监和管是两回事情 监是看着你发展 关注你发展 管是有问题的时候 和预判有问题的时候才去管 但是我们现在管的能力越来越强 监的能力明显不足 大家都知道 借十万块钱你怕银行 一千万是你和银行度有的慌 借十个亿银行怕你 这是马云对中国金融体制的批判 很多人认为他这种批判以后 出落了中共 中共才发达这款 其实这不是主要原因 因为马云跟中共高层 尤其是马云得罪了习近平身边的重臣 得罪了刘鹤 马云这个人身上有非常多的光环 什么世界资产大亨 中共的非官方亲善大使 从马云他个人的表现你可以看出 因为马云这个人是英语教师出身 他的英文水平也很好 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一个月 马云就到了华盛顿 因为马云英文很好 他不需要用什么翻译来交流的 他直接可以跟川普对谈的 所以当时马云到川普那是跟川普许家了 他要给美国一百万个就业机会 也就是马上给川普画了一百万张大饼 只不过川普这种人 虽然政治上是素人 但是在做生意搞经济上面 那川普比你马云的眼光要高得多 所以说川普是不会接受你马云的忽悠的 他根本就不会相信你马云提供的这所谓一百万个工作机会画的这一百万张大饼 但是马云的目的达到了 马云就是在中共面前摆出一副什么 你看川普一上台 我马上就能通过我的这个能力跟川普直接见面直接联络 而且向川普施加了我们的压力 同时给川普画了一百万张大饼 也就是他在中共面前能表现出他自己有这个能力吸引世界政要 跟世界政要呢 他可以很轻松的去做朋友 展现他自己在国际舞台上面马云的能力 包括去年2020年在全球疫情盛起之初的时候 马云向世界各国捐赠了数千台呼吸机和超过上亿个口罩 他本人还是联合国委员会的成员 也就是他交往的对象有很多都是各个国家里面的王室成员 总统或者是总理在中国这个极权统治 在共产党唯一一个权力中心的这个统治下 像马云他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他实际上是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危险的信号 因为中共是容不得任何一个商人 你可以超越共产党的统治地位的 而马云的这种号召力吸引力呢 对于他本人来讲确实是一个资本 但是在中共看到的不仅仅是他的资本更是他的危险 2017年中共呢是第四度在乌镇呢举办了这个互联网大会 那么这个大会呢习近平一贯呢很重视 因为习近平是来自于浙江的 他对浙江举办这样的大会 把全球互联网经济从浙江乌镇开始向全球推广呢 习近平除了很重视 再一个是他自己的政治资本嘛 也就是他鼓励的嘛 所以说习近平相当重视乌镇的这个互联网大会 他除了本人亲自出席过 他也是每年都要去发表致辞 就跟他这次在博乐论团上面 他要致辞一样 而且这个乌镇大会 由于中国有最高领导人来捧场的话 那么全球的互联网经济的大腕 也就是像苹果公司啊 谷歌公司啊 微软公司啊 就是全球这种国际型的网络大公司的领导人 基本上都到场的 那么马化屯、杨元清、刘强东 这种互联网公司的这些大款们呢 人人都要前往 但是马云呢 他到2017年 他居然第四年缺席了晚宴 那么缺席晚宴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按照理想马云这么大的风云人物 是不应该说是连续几年不请马云参加这个晚宴的 但是马云呢 对他自己被主办方冷落 没有参加这个晚宴呢 马云呢相当的失望 而且呢他发了脾气 当有记者问到马云关于乌正晚宴 他为什么没有出席的时候 马云心情很差 马云当时就说我没有考虑参加 也没有人邀请我啊 你信不信呢 我如果真的想开个饭局 我可以邀请到世界所有的顶级精英 马云当时就堵了这个狠 那么堵了这个狠以后马云是跟你兑现的 也就是过了几个月以后到2018年1月份的达乌斯论坛上面 马云真的摆了一座嘉宾阵容强大的世界级的大饭局 也就是这个饭局包括了很多欧洲国家的王室王后 国王总统总理首相和三位国际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包括互联网的大亨比尔盖茨等众多的西方顶级商业领袖 一共有30多个这些王宫大臣们参加了马云召开的这个饭局 而这个饭局被马云称之为达乌斯论坛上的东方的中国文化的盛宴 但是这个盛宴你马云去搞你摆出了那么大的证实 邀请了那么多世界政要 而同时参加达乌斯论坛的习近平的心腹 国务院的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刘鹤却被马云完全冷落 根本马云就没有邀请刘鹤参加 把刘鹤一个人撂在宾馆里面看他这场盛宴的直播 所以说刘鹤什么心情啊?刘鹤当时是弄不可遏啊 因为这除了被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国际来宾笑话 最主要刘鹤回到国内以后官场上面一起笑话他 也就是随便哪一个商人都可以奚落你刘鹤的 你作为一个一品大员被一个商人调戏 刘鹤当时他根本就咽不下这口气啊 因为在中共这个集权社会啊 在高层眼里面你一个商人算什么?你就是红顶商人 你这个红顶哪一个不是我们官府赏赐给你的? 历史上那些知名的商人像沈万山、胡雪原 哪一个红顶商人不是靠官府混的? 你敢得罪官府你又没考虑过结果是什么样的? 那沈万山、胡雪原他们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啊? 中国几千年来是重农易商 也就是说从来商人就不在他们的眼里面 你这个商人赚再多的钱在他们的眼里面 不过是个白手套 不过是跟官府勾结 受官府指派的带你换点小钱的人 你有了商业地位怎么办?商业地位你要看官府的脸上 所以说马云的膨胀在这个世界顶尖的这个达沃斯论坛上面 召开的这个东方盛宴 居然把这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撂在宾馆里面 让刘鹤一个人看他们的这个盛宴的现场直播 那你觉得刘鹤能忍得下这口气吗? 但是刘鹤他又不敢 他随随便便就去打击马云啊 虽然刘鹤的地位很高啊 国务院副总理啊 但是马云毕竟是国际政要人物啊 是中国首富啊 打击马云那肯定要习近平点头啊 所以说刘鹤他没办法 他心里面恨 他只能到习近平面前去哭诉吧 跟习近平讲 谢总啊整个达沃斯论坛可怜啊 外面冰天雪地啊 我坐在宾馆里面看现场直播啊 他马云跟世界政要他们光愁交错啊 把老成我一个人丢在宾馆里面 我再看他们现场直播啊 这一次是我啊 下一次可能就轮到你了 所以习近平一听 还有这样的事啊 就跟他讲爱情别着急 我替你来收拾他 这还翻了天了 还敢让你坐在宾馆里面看他的现场直播 下次轮到我来看 我先收拾掉他 所以说马云回来以后 习近平就安排收拾 这不就是嘛 马云怎么可能 他能够凭他一个商人 他就骑到官府的头上呢 这个中共高层领导人 会允许你马云一个商人 你可以如此奚落 党和国家领导人嘛 在这些官老爷爷里面 别说是刘鹤 这种习近平的心腹 已经官职国务院副总理的地位 即使是普通的 中共的那些省部级的官员 甚至是在中央办公室里面工作的那些工作人员 在他们的眼里面 马云算什么啊 我有一个曾经在纽约和大华府 专门做导游的朋友 他就告诉我过去一件事 他就说当时呢 还是无疑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那个年代 他们旅游公司曾经就接待过 无疑率领了中国的一个商业的访问美国的代表团 然后这个代表团在办完公事以后呢 就专门安排了在纽约和大华府地区的旅游 他本人呢恰好所在的那辆车上面 就是无疑和无疑几个进程坐在他自己的这台车上面 那么在旅行的这个过程中 无疑和他底下的手下人交叉的时候 就正好谈到了马云 也就是这些国务院的官员啊 他们在导游面前谈到马云这个首富也是从来不避讳的 直接就是说马云不懂规矩就要给他点苦头吃 在中国做生意 别说你淘宝上面天天还有那么多假货 即使你生意做得再好 你再怎么价争祸食 你政治上不懂规矩随时都可以收拾你 所以说你马云你搞这个达欧斯的饭局 你拿刘鹤不吃劲 那刘鹤不要收拾你吗 这不光是刘鹤一个人要收拾你 中国官场上的这些官员 他们动不动要摆出这副官威 他们哪允许你马云一个商人 骑到他们头上的 所以说达欧斯论坛他仅仅是马云 他因为出了风头 但是给他埋下了很大的祸根啊 而马云那次晚宴以后他风光的很啊 他又飞到法国的波尔多 在那边购买了城堡购买了葡萄园 然后他又飞到泰国跟泰国的总理见面 再跟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约旦国王见面 也就是马云在外面逛了大半年 那么马云这个半年回来以后 有关部门肯定要找到谈话的啊 那么马云对谈话里面对中共找到谈话的 这些统战部的官员 他是对他们服言了事 但是马云他自己这么张狂 就给他自己种下了祸根 也就是马云被中共罚款 对马云教训实际上主要来自于三大原因 也就是马云他自己的国际社交能力 因为马云他除了是一个顶级商人 第二个马云他英文很好 他可以跟世界政要随意的通过英文就交流 而且马云这个人是有几分才气的也比较幽默 所以他在国际场合长袖善舞呢 是得到很多国际领袖对他的认可的 包括川普总统在就任第一个月 为什么马云提出要访问 川普就同意他访问华府了呢 所以说马云的这些做派都让习近平心里面不舒服 因为显然在国际场合就盖住了习近平的风头嘛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也就是马云的阿里巴巴帝国做得太大 他这个阿里巴巴帝国不简简单单是淘宝上卖点假货 去搞点什么互联网的金融 他已经涉猎了什么金融啊媒体啊能源啊 也就是马云能够涉猎的部门非常多 他个人掌握的这个帝国已经达到了什么 达到了党国都已经很难以撼动难以掌控的地位 因为马云他就整合了所有的大数据嘛 他这个大数据可以不给党国共享的嘛 也就是他比党国在互联网方面 在大数据整合方面马云有更多的优势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马云他个人 他这个阿里巴巴帝国的这个庞大 已经让中共感觉到了政权的威胁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也就是收割你马云这个富豪嘛 你是中国第一首富嘛 也就是中共现在缺钱 缺钱首先是割韭菜跟老百姓割 那么跟老百姓割 割他们几箩也不敌 你马云身上扒一根毛 所以说呢就要对你马云这种首富下手 动了你马云的手 还有中国哪个首富不能动呢? 而且通过马云就杀鸡敬猴 让所有的中国的富豪就知道 今天马云能被发182亿 你们也个个都可以发这个100多亿 你们赶紧把银子准备好 那个什么王健林啊 马化腾啊 刘强东啊 这些人你们回家赶紧预备银子 像刘强东没银子就把奶茶妹妹先献出来 也就是用奶茶妹妹可以抵银子的 赶紧回家去准备钱 这就是中共通过宰杀马云 让大家知道 那么你说是不是马云他背叛了党国? 其实马云很爱国啊 马云爱党爱国的这种心情 你可以通过马云对共产党大家夸赞 对他表忠心 他自己在公开场合的赞美 你看得出来啊 他唱样板戏也是一颗红心头上带 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也就是马云他讨好中共的事情多了去了 2017年马云在参加第四届世界浙商大会时候 接受中央电视台这个董倩的访问时候 他是大大的赞美中共 说是中国的政治稳定 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不能比的 中国的这个反腐的形势 在全球是最好的 中国的政治稳定 治安稳定 反腐畅联的这个优势 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 全世界没有比中国再好的经商环境啊 中国的政治稳定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就是这样 人家讲 这个美国 你还能搞清楚这个民国党 还能带过好久 不然共和党上来 你刚刚弄清楚共和党谁是让民国党上来 所以这个复杂 而且这个党派之争 你也就昏倒了 民主党有点说过共党不好 共和党有点说民主党不好 但从来没有人提升自己党 只有这个共产党在过去五年内 我觉得真是越想越搞不起 自我提升的能力 自我回信的能力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企业的这两个 七八年前就最有趣的话 反腐败不反腐败这个王党 反腐败王国 五年过去了结果怎么样 这个国家的反腐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政府的联阵工作做到 几次全世界没有国家的那个样子 我去了那么多国家 最头痛的是腐败群体 都是官员的政府 所以我们的合作在国外同样的问题 第二个 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老百姓的安全 凭着政治稳定社会安全 加上整个经济依旧保持百分之六以上的增长 这个国家的经商环境是最好的 这都是马云说的 但是马云你再讨好共产党没有用 共产党不看你讲的多么好听 共产党看你做的事 因为你马云在打我四百的这个饭局 和你马云帝国现在膨胀的 可以涵盖媒体金融能源互联网 你已经把党国的很多经济命脉 你个人都能控制到 再加上你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推销你自己 最终让党国的领导人让习总没有面子 那不收拾你吗 所以说马云被收拾了以后 可以讲自从去年十月份 马云就销声匿迹被党国打击以后 直到今年啊 到今年月份一个寒冷的冬日啊 马云已经三个多月没有见面 他突然来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学 在这个小学里面拍了一段什么政治安全的短片 然后去慰问这个学校 实际上马云就要通过这个短片去告诉别人 马云还活着 他还参加到慈善活动 因为马云在他自己参加互联网大会时候 他就说过了嘛 改革是要付出牺牲和代价的嘛 我相信改革是付出牺牲的要付出代价的 那么马云他付出182.28亿 不就是他马云应该付的代价吗 所以说马云今天这个结果 跟习近平的膨胀也有绝对的关系 跟习近平打击富豪收割富豪的韭菜也有关系 王岐山之所以那么谨慎 就是王岐山知道习近平现在很膨胀 习近平现在已经在他眼里面 任何一个人都要服服帖帖去讨好他 连王岐山一个国家二号领导人 国家副主席都在博鳄论坛大会上面 主动去讨好县美习近平 更何况去马云呢 习近平昨天4月19号 习近平到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110周年即将见校来临之际 他去视察了清华大学 哎呀 那习近平那个场面啊 清华大学的校友啊 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者 世界各种方向的指导者 习近平来到清华大学时候 清华所有的学生高呼的 总书记好 学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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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萬歲!親華加油!中國萬歲!親華加油!中國萬歲!親華加油!中國萬歲! 親華大學啊中國頂尖的大學啊所有的學生全部培養成這樣的奴才 高聲喊叫做習近平是學長啊習近平是什麼學長啊他在親華大學上過什麼學啊 不就是靠他自己坑蒙拐騙弄了一個親華大學的假文憑啊一個小學博士啊怎麼就變成你們的學長了呢 習近平不過是毛澤東那個文革年代那個張鐵森氏的人物啊習近平成為什麼你親華大學的學長啊 但是呢有一種演員就是要演像習近平這種演員就要演他演呢主要是演給傻子看的 這種演員要具備幾種素質的就是無恥無賴無良而所有的傻子呢哪怕已經上到了親華 他們也要在這個無比傻的這個氣氛中表現出他們對中共這個演員的表演的無比愛戴 這就是中國現在的現狀習近平他穿著皇帝的新裝他到處去逛 那麼連王岐山這樣的人王岐山這種老狐利啊他都需要第三下車去誇讚習近平 更何況你馬雲你不被宰殺誰被宰殺啊所以說馬雲就是個樣板馬雲今天從雲端跌落 那麼也就是其他所有中國頂級富豪像馬化騰這一類就看得到馬化騰如果不乖一點 那麼下面載完了馬雲就載你馬化騰了 好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做到這裡謝謝大家